一夜暴雨后 绝地的洪水凶猛地涌入塞拉利昂首都福里敦 不看洪水冲刷 山泥轰然倾泻而下 房子像迭勒高一样倒塌 许多人在睡梦中永远地被活埋地底下 房子倒了可以再见 亲人咒事却是追心之痛 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救援72小时 连夜搜救幸存者 但至今只从黄泥堆中 挖出400多具冷冰冰的尸体 医院太平间同量愁云惨物 新增尸体太多 停尸房早已不胜负荷 上百名家属星期二在太平间外排起长龙 等着认尸 这也是当地爆发伊波拉疫情后 发生的最严重自然灾害 迄今还有600多人下落不明 国际红石自会预测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进一步上升 雪上加霜的是 正值8月雨季高峰期的塞拉利昂 很可能会再次爆发严重灾害 救援人员必须与时间赛跑 抢救幸存者 救援人员必须与时间赛跑 警告犯了时间赛 latent 明年 Coc irr Oliv peaks 大概就贫者 警告犯了时间赛跑 都有可能忍负的 注vat冰 temps 一、二、二、三